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经28日在泰山区中港西抽水战 举办111年度防汛演习 同时展现中港大牌及柜子坑西防汛及整治成果 传统防汛思维已无法应付极端气候的考验 水利局结合智慧科技整合水情资讯 主动出级提前应变 努力将新北市打造成一座韧性智慧城市 我们除了有真水志工 水情监测智慧防汛平台 再加上我们有预测助渡 这些新的科技结合新的人力不断去调整 及早做好万全的准备 让超前部署让我们的加害降到最低 水利局透过新北市防汛平台系统 结合最新的智慧防灾科技 现在有雨水下水道水危机 CCTV 路面淹水感测器及淹水影像辨识等双重判断 在下水道办满管时 赖机器人就通知应变 提前掌握新北市各区水情资讯 防汛平台系统一推算 提外水位上涨至高滩地的时间 一例提前将高滩地设施撤离 以及横移门关闭超前部署做第一时间的因应预防 避免河水倒灌造成市区淹水 尤其这几年我们大概把积淹水的问题都解决了 所以在都市形态里面 以及配合我们的预测制度 我相信可以帮灾害降到最低 市长侯友宜清临市导师表示 防汛视同作战一刻不得疏忽 让市民生活平安是我们的责任 水利局同仁将平时扎实训练成果及应变能力 以实地操演方式演练 展现出已完成整备状态 随时待命出击 藉由本次演习展示各项防汛准备的工作 以保障市民生命裁场安全提高防洪能力 记者虎宣泰山采访报道 记者么是排行自由 机身吻的词监导工